继续来看到家伎七的消息 为了庆祝体育节 家伎七体育会17号地文化公衡 基板年度新构发表 现状除了由各丹行委员会进行典案 以及提供华东 经标用体育优工团体以及人员 就出向家伎七民选择 家众人事各行体育行务 进一步配置运动人口 提供专民运动的风气 庆祝今年一度的体育节 配合到运动爱台湾的计划 江义七一百空两年 体育优工团体育和个人标用华东 结合到江义七体育会主办的 体育家人华华东 17号在文化公衡性大顶点 会在这边安排到各丹行 运动性格标案 运动全行介绍 运动行务体验 处理冲冠行务在华东 用江义七民选投家共 实在各种的运动行务 进入推动专民运动的风气 今天我们最主要打造 我们嘉义市成为一个体育的城市 今天在现场非常的踊跃 大家对于嘉义市的体育 都非常的有兴趣 也很热忱的参与 在这一次四大运 我们嘉义市的选手 也有拿到银牌跟铜牌 象征着我们嘉义市的体育 欣欣向荣 我们嘉义市体育会 在对办理体育活动不予一利 我们全体的体育会 包括我们的各单项委员会的主委 以及各委员 对提议都非常的有向心力 而且非常的投入 今后我们希望在政府的配合之下 更能够将嘉义市的体育 能够更发扬光大 运动爱台湾极为一行单位 提供深刻的团体表演 来挖入现场气氛 去因不少的民众来参加 另外还针对着 新兴运动丹项 以发表会的方式向民众来介绍 运动当时 基本上很认为 处理冲关友谊和老子的母菜活动 去因各种民众 来到老子 感受到运动的美人味料 这些新新闻 同学们的王小帅 和你去彩虹报道